- 新車資訊又來啦 今天跟我一起搭檔的就是丹尼Boy - 都是我丹尼Boy專門附的新車 以後跑這個新車要記得帶煙 - 知道一下 - 現代的也要收那個 都是都是 - 這樣遇到公關分就怕出來知道 - 我們老闆刀死嘴豆腐心會不會 - 我都已經幫你把開頭想好了 - 錢來就變豆腐了 - 還是帶大麻花捲去 - 大麻花隨便你 你在帶什麼都ok - 只要有case回來 看得到錢我都ok - 那今天我們來看的這個是 - 啊 Kona嘛 Kona - 對泡Kona Kona Show - 現代的Kona 這電動車喔 - Electric - 對 - 老樣子有沒有小禮物 - 小禮物有 - 有喔 - 老闆開箱一下吧 - 開箱一下來 Kona Electric 小禮物 - 看起來像是一個Hub - 全部都是US - 好多孔喔 - Hub 兼電灰QR - 喔那個啦 - 喔喔喔喔 - 觸碰球啦 - 蠻帥的欸 - 很像那個什麼舊職典禮 - 五 四 三 二 - 請啟動 - 哇喔 - 我覺得蠻酷的欸 - 這不酷嗎 - 這上我小時候很多欸 - 真的假的 - 你是不是看到 - 對啊我沒有看過 - 這很帥欸 - 你這年紀不流行這個東西喔 - 我們店的年紀跟曬一樣欸 - 到處都有 - 文具店就有在賣啦 - 你小時候沒有喔 - 沒有欸 - 你們冬天好可悲喔 - 冬天之後吹泡泡而已 - 吹什麼 - 吹泡泡啦 泡泡我們都是用打的 - 你們都吹的喔 - 不太一樣不太一樣 - 應該是充電器啦 - 還不錯啊 - 現場有美女嗎 - 沒有欸 - 修哥又沒有 - 欸 修哥很可憐欸 - 你現在新車發表會都不敢開錢 - 修哥又怎麼這樣啊 - 畫面都不好看啊 - 不真有意思喔 - 好 -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現代CORNA - 這電動車嘛 - Electric嘛 - 蛤 - 充電孔在前面喔 - 對 - 怎麼會這樣做 - 我們現在與其夫論 - 他是哪一國的啦 - 好不好 - 今天就算他是TOYOTA做這樣 - 我也是講嘛 - 他是HONDA做這樣 - 我應該也是會講吧 - 就算他今天是VL坐在這裡 - 我都是照講的 - 不是這合理嗎 - 你買一件褲子 - 他把石門水庫 - 開在大腿旁邊合理嗎 - 不合理啊 - 拉鈴開在菊花這邊合理嗎 - 不是這個思維是什麼 - 什麼樣的思維 - 我們先不要嫌棄他 - 我們試著去理解他的想法 - 為什麼他這樣做壞 - 還是這樣開機去充電比較方便 - 比如說像我們店裡 - 我們充電樁這樣 - 我們車頭進去就是直直的 - 面對充電樁就可以直接這樣充 - 就不用拉到側面 - 是這樣嗎 - 也是可以啦 - 因為汽油車做那麼久了 - 你有遇過把油箱蓋 - 坐在這樣的位置車桶嗎 - 只有坐在側面 - 前後都有遇過嗎 - 其實加油也有在前面的 - 在葉子版 - 前葉子版的也都會有 - 可是都是在側面 - 觀眾朋友留言啊 - 你覺得這個很難接受嗎 - 或是覺得 - 有點突兀 - 來 現代發表全新 - 左邊那是不是又是廖老大 - 因為丹尼鵝魚你很愛拍廖老大 - 只有看到廖老大真的 - 我知道廖老大人緣好啦 - 好每一場大家都邀請他 - 廣結善緣啦 - 所以你都遇得到他嘛 - 後面這一排燈很像 - 以前在買那種LED燈管 - 還是你去一些在賣 - 台灣口香腸之類的 - 都會有那種燈管 -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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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燈 - 廖老大坐在家 你看 - 哇廖老大你還在臉上 - 哇這光條是整排的是不是 - 它要最高規格 - 前面那一條才有多會亮 - 前兩個的話它是中間不會亮 - 這樣也好 - 然後它中間這邊有一點 - 這是什麼 - 環景 - 有字在這邊 - 然後這邊有看到倒車雷達 - 正中間有硬堂發黑 - 我沒有講喔 - 珠砂字珠砂字 - 然後這個大燈在這邊 - 然後旁邊有一個像飛盤一樣的鋁圈 - 這個有點像機器戰警 - 有點滾滾的 - 這個就你說頂級的就全亮 - Pixels 無縫地皮線 - 哇很會取名字 - 是 LED 字型燈 - 分離式 LED 字型燈是怎樣 - 它中間就不會亮 - 它沒有頂級 - 就叫分離式 - 好側面也有這樣子的折線喔 - 喔這邊打了一個像Z字型的 - 它折線真的很多欸 - 對 然後它這邊也像肌肉線條的輪弧的造型 - 這個層次就是有一點複製貼上的感覺 - 這上面我一直覺得很眼熟啦 - 好像在哪裡看過 - ROLIBA 之類的那種 - 很想要拿一個ROLIBA轉進去旋轉 - 這尾燈 - 呼應車頭 - 所以它讓你分不出來哪邊車頭車尾 - 車頭也是做這樣啊 - 正面一條然後下面這個形狀啊 - 只是差別前面是白的後面是紅的啊 - 分不出哪邊是頭哪邊是尾 - 類似這種感覺嘛 - 跟萬能插頭一樣 - 前後都是可以用的 - 好喔 - 17 吋 低風組旅圈 - 輪胎指數 215 60 17 - 省電喔 - 頂規的話有數位像素前後保鏡頭 - 一樣都有呼應啦 - 它這次的主題就是一個一個正方形一個正方形 - 前面也是一個一個的有沒有 - 後面屁股稍微比前面帶的高一點點的感覺 - 有行李架跟第三插車跟鯊魚騎的填線 - 然後行李箱容器466 - 466 不算小的 - 我記得Aria好像差不多466 - 戰板下方一樣備胎工具組充電線 - 前方引擎是只有一個小置物空間 - 但是還是有塞漆的東西在前面 - 但它就分離出一個小格子 - 然後六腦袋就走過去 - 好然後內裝的部分來看一下 - 方向盤是三幅四個 - 然後出風口都是橫的 - 還滿簡潔的 - 按鈕就是很基本的 - 剛剛它按了好像失敗對不對 - 剛剛那隻手不是你吧 - 不是我 - 失敗對不對 - 哈哈哈哈 - 然後雙神人三四中後螢幕 - 喔這螢幕也很簡潔欸 - 因為它圈圈然後裝成一台車這樣 - 很簡單 - 90% 278 - 幹 90%才278 - 真假的啦 - 這樣1%才3欸 - 那100%才300 - 比利服好一點而已 - 我的一代利服 - 假的啦 - 現在大家都要比多的 - 它這畫得好可愛喔 - 像插畫加畫的 - 我覺得按鈕這些簡單才 - 簡潔俐落就好了啦 - 出風螢幕蠻絲滑 - 就順順的 - 剛剛有人失敗欸 - 哈哈哈哈哈哈 - 我覺得這個簡潔就好了 - 我倒覺得這個失不失滑 - 我覺得是很其次啦 - 就看得懂就好了 - 我不是很要求這個人 - 有點法斯文的感覺 - 我覺得這些基本的應該都有啦 - 啊這個案件也都基本的案件 - 音響的控制啊 - 冷氣的控制 - 室內循環等等 - 下面這個是什麼方形的 - 這個是排檔的 - 喔排檔是在懷檔的地方 - 然後引擎起閉 - 沒有我覺得私機案件 - 也沒有什麼不好 - 個人是覺得私機案件OK - 反正你花多少錢 - 就是多少東西嘛 - 不要賣貴就好了 - 功能性為主 - 中路下方 - 都是Type-C欸 兩個 - 喔還有Drive Mode可以調整 - Auto Hold也有 - 攝影機也有 - 然後旋轉的開放式自備架 - 喔火灶會有東西撐住 - Drive Mode可以用旋轉選擇 - Eco, Normal, Sport, Snow - 你如果用Sport的里程會變少 - 喔手道箱挖了一個洞 - 讓你放一些小東西或是筆之類的 - 欸有電動座椅雙前座喔 - 那還不錯啊 - 除了入門款以外 - 喔入門款沒有 - 後座空間普通 - 有後座出風口 - 除了入門也沒有 - 後座出風口 - 喔這邊有交流電給你使用 - 還有兩個Type-C - 也是除了基本款的都有 - 那地板是全屏的 - 後面有網狀的這個置物地圖帶 - 微微隆起啦 - 來動力規格什麼 - 液冷式離離子聚合物的電子組 - 當馬達前度驅動電子的容量 - 48.6千瓦小時 - 最大馬力133 - 最大擁有26 - 欸這蠻小的 - 續航你能4480到19.9 - NEDC 要強調一下 - NEDC 448 - 打7折啊 - 7 5 35 - 7 428 310 - 0到19.9秒 - 跟Play面有差不多而已 - 在1772快裝CGS的話 - 這個就現在的規格 - 大部分人來 - 你現在是不是都用廣告水時間 - 對啊 - 欣賞一下他們拍的廣告 - 升級生活 - 你的生活模式 - 找外國人拍比較高端 - 他們好像漸漸開走歐洲的那種感覺 - 有啦 - 廣告也有多 - 很獨特啦 - 很有獨特性 - 拍出去大家都認識你 - 而且發現那種廣告 - 一定要在夜晚拍 - 有沒有燈光反射 全車系標配現代SmartSense的輔助駕駛道 全車系都有啦 防撞、皮疗駕駛、車到天移、盲區偵測、位下車死離、前車死離、機型、智慧眼鏡光燈、紅沙地 哎呦來我看清楚還算清楚 等一下賣多少錢來來來來來一台朝三百的 一百一三九點九、一四九點九、一五四九 電池都一樣大 一五四點九也電池是四十六 而且它最高規其實是增加一些外觀的 最高規我看最貴一五四點九有什麼 三角幾何系頭車LED頭燈三個PISO 我在買手機是不是 我以為我在買Google PISO 不是啊我加了五六萬買PISO 這個人要買嗎 這可能弄得變軌吧 不是因為韓國車什麼問題 光看它這個續航里程跟它的外型 前面的只開了一邊的鼻孔 好 這樣啊 到底賣點在哪裡 好啦外型見人見智啦 一個蘿蔔一個坑啦 觀眾朋友留言你覺得這外型你可以的 我尊重嘛 你不能走在路上看到別人老婆說 欸你沒有就壞了 不行嘛人家喜歡啦 只是大家分享嘛 如果線上的觀眾朋友你覺得這台車很值得買 你覺得它的外觀是你喜歡的留言讓我知道 大家好來笑 不是啊 大家好來看一下是多還是少 搞不好你高處不勝寒啊 大家這個神美觀沒有你好啊 搞不好大家都說好看啊 欸其實數量多也未必是怎麼樣啊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醜也未必覺得漂亮的不對啊 搞不好取高何寡 你有藝術氣息啊 這個天才總是孤獨的啊 眾人皆醉我獨行 對啊 是你醒了大家都醉了啊 我也是醉了啊 類似這種感覺啊 好啦你的留言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覺得我自己啦 主觀 我覺得這個價錢 加上我剛看了一輪下來 然後 這個規格我真的覺得 還蠻容易被擊敗的 真的跟 這個哪一個國真的沒有關係 但是我刀子嘴豆腐心 我還是要強調 我認真講啊 如果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反而覺得Ioni5 我覺得OK啊 甚至CASPER 我都覺得產品力還比他強 你都會CASPER呢 對不對 來我就買 對不對 我刀子嘴豆腐心 雖然韓國怎樣 CASPER來 我也是可以豆腐心的啊 對不對 嗯嗯 好 認識一下 打這分大家認識一下 對不對 喔這鼻孔 喔 好啦 那一樣 阿澤問大家一個問題吧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問 一個是 因為它其實電池是比較小的 好你說小電池跟大電池是怎樣 大家會比較偏靠哪個 誰會要小的啦 問一下A照杯跟D照杯 我的意思是那個啦 它有說每一度電可以跑的公里數 更多 因為它比較輕 電池小顆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它的碼比較瘦嘛 所以它吃少少 它可以跑遠一點 你覺得這樣比較好 還是要 還是說它那個碼雖然強壯 但是它要吃很多 但它可以跑遠一點 嗯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是 他們都會小燈放在上面 然後其他的放在下面 對啊 我上次去開箱人家的那個 土上也是這樣 在路上會不會就是 辨識度不好 會我上次去開箱一個車主 他說他上次打方向燈 人家沒看到 因為方向燈在保險桿 有實際案例的是不是 有 然後方向燈在保險桿 人家他也沒看到 阿則的兩個問題啦 一個就是剛剛那個 大電池小電池的問題 第二個 大家覺得這個大燈吹到肚臍 跟尾燈發亮燈吹到屁股 這樣的設計 會不會覺得很怪 還是也蠻喜歡這樣的設計 那我們的新車資訊 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 如果喜歡小獅 跟丹尼boy 跟大家分享這個新車的資訊 那也一定要務必留言 這個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繼續做下去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